回大鄉輪仔社區環境端午關懷六色瓦棟 正好地回大鄉由新京紀行 原本停班很多年 今年再度基班 各特別邀請社區裡面六色家庭和新租賓家庭和社區做會動路 提早歡迎端午家座 回大鄉輪仔社區的基民用上發肥的心情 因此在停班過六年 今年再度基班人鼓勵再競爭瓦棟 回大鄉輪仔社區在近年齊因為火太多插入社區的地名堂 在當時 社區為了要迎接來自各地的UK 由社區準備了很多點心 其中好吃的肉粽也是其中之一 為了要在五日坐進前 能夠再度領主社區基民的感情 倫仔社區發展博會再度幾位 也要加到社區裡面的結束給到新租賓家庭 基班五日坐關懷的活動 這次主要的對象 關懷的對象就是低收入戶 跟著獨居老人 跟新住民的台灣肉粽的教學 綁扎 可以說這個活動也來受到地獄 趁來在宮廟的大家享用 所以今天才有這麼多人 能夠把這個活動辦成成功 倫仔社區這幾年來 在社區發展博會打拼之下 因自了社區基民的感情 既愛社區有需要 大家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希望將倫仔社區搭著成火大鄉 享有這個社區 新中華新聞 北冤林 揮一段彩虹報道 爹咯 好 好 女生 問後